望着消失的方鲁轩 谭云俯身抱着宾关内的尸体悲痛不已 此刻 中吴师瑶谭台仙儿 薛紫烟和拓拔盈盈正替谭云难过之时 已不禁看向睦睦以怀中昏迷的沈素兵 他们清楚 沈素兵便是方鲁轩的转世 而之前方鲁轩所言 在天伐山脉中部地狱遇到的妇人 一定是沈素兵的娘亲 他们猜测方鲁轩转世成功了 之所以如此想 是因为方才沈素兵进入洞窟之后 难过昏迷的一幕 但同时 他们从方鲁轩的话中听出来 沈素兵应该失去了对谭云的记忆 否则 谭云一次次施展鸿蒙至尊时修炼的功法 沈素兵没有理由认不出谭云来 鸡女看着沈素兵的眼神变了 变得前所未有的友善和温柔 鸡女并未打扰谭云 而是远远看着抱着方鲁轩尸体 不断哽咽出声的她 男儿有泪不清谭 只是味道伤心处 或许也只有这句话 能形容谭云此刻的状态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谭云虽然止住哽咽 但仍旧紧抱着妻子冷冰冰的尸体 施瑶 你去安慰安慰谭云 抱着沈素兵的木木义 对中吴施瑶轻声叮嘱 嗯 中吴施瑶点了点头 便走至谭云身后 一把将之抱住 谭云 看到你这样 我和仙儿妹妹 木姐姐也很难过 方姐姐并没有离开 她便是神速兵啊 听吧 谭云轻轻将方鲁轩的尸体 放回九凤冰冠 而起起身 红肿双目看着中吴施瑶 你们不用担心我 我一会儿就没事了 说吧 谭云悲痛的目光 便看向沈素兵 这一刻她才明白 当初沈素兵的那一舞 为何会与妻子一模一样 原来她就是 自己妻子的来世 木木一见谭云 望着自己怀中的沈素兵 她抱着她 便迈入冰球之内 将沈素兵交给了谭云 谭云 沈姐姐现在虽然忘记了你 但是我想她一定会重新借起你的 将来我和仙儿 诗瑶 玉琴 还有你 沈姐姐一家人 一起杀到始源神界 混沌神界 为你和沈姐姐报仇 谭云 你好好陪陪沈姐姐 我和盈盈 仙儿 诗瑶 紫燕 老元 在冰川外等你 随后 木木一几女便带着老元 开辟冰川离去 只留下谭云 沈素兵 和冰棺内 方鲁轩万顾不回的尸体 谭云抱着怀中的沈素兵 低头吻去 正当谭云 即将稳住沈素兵朱唇之时 忽然感受到一股强横的气息 要从沈素兵眉心内涌出来 谭云嘴唇一顿 旧凤冰棺麒麟神力投影 我知道是你在宿兵脑海深处 你现在应该陷入沉睡 在沉睡中潜意识保护你的主人 也就是我的妻子方鲁轩 不被任何人侵犯 之前我没有能力 打开你在宿兵脑海深处不暇的结界 但现在我可以了 我这就让你苏醒 将属于宿兵的记忆还给他 时光荏苒 他与万事后的我相遇 或许 这就是我谭云最大的幸福吧 说吧 谭云闭上双眼 释放灵石温柔地沉入沈素兵脑海 轻车熟路来到脑海深处 再次感受着那无形的力量屏障 给我开 谭云心念间 直逼玉胎镜九重的灵石 轰然撞击在了力量屏障之上 轰的一声 那力量屏障剧烈阵战 不过仍旧是完好无损 随后 谭云又以灵石不断轰击在力量屏障上 直至接连轰击整整一天之后 那力量屏障才轰然破碎 谭云发现 沈素兵脑海深处的力量屏障之后 正悬浮着由神力凝聚而成的一口九凤冰棺 随着力量屏障溃散 神力凝成的九凤冰棺 在沈素兵脑海之中徐徐消散 而在消散的过程里 谭云并未发现九凤冰棺的气灵神力投影 这时候谭云才恍然大悟 心中感动万分 他猜测 九凤冰棺的气灵神力投影 化成了九凤冰棺的模样 来封存自己妻子的记忆 正如他所猜测 当沈素兵脑海中的九凤冰棺即将消散之际 他透过临时看到 一股股属于方璐轩的记忆 冲破冰棺虚影朝沈素兵灵魂涌去 谭云的灵石一边观察沈素兵的脑海 一边睁开眼看着怀中沈素兵 眼神中流露出浓浓的气血之色 舒软间沈素兵痛苦出声 他从谭云怀中默然醒来 只见沈素兵面色苍白 五官因疼痛而扭曲 七角之中已不断涌出鲜血来 谭云 快救救我 我的脑袋快 快要被撑爆了 痛 苏兵 你别怕 你现在正在恢复记忆 你脑海里 有你前世浩瀚的记忆洪流碎片 正在强行灌注灵魂 你不要反抗 你听我的 放松心神 接受记忆碎片 我知道这个过程很痛苦 但你一定要撑住 气窍流血的沈素兵问言 当即听从谭云所言 他死死抱住谭云 任由血泪潺潺而落 此刻 沈素兵感受到一股记忆洪流 如波涛汹涌一般涌入灵魂深处 而自己的灵魂 则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剧痛 就这样 沈素兵在极度痛苦之中 杜妙如年过去了三个时辰 灵魂深处杂乱无章的记忆碎片 逐渐拼凑出了一幅又一幅的画面 然后 一幅幅画面 在时间年轮之中衔接一处 沈素兵从记忆里 看到了另外一个自己 方璐轩 他看到自己前世 出生在不属于鸿蒙 始源 混沌三大神界之外的 至高神界 方天祖界 他看到自己的父亲至高神 不同意自己嫁给鸿蒙至尊之时 与自己断绝妇女关系 但他也感受到了父爱如山 他看到自己和鸿蒙至尊 在鸿蒙神界举行盛大婚礼之时 万界朝拜之际 自己的至高神父亲不请自来 送上贺礼后再度与自己相认的场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封